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如果我有26.5kg的这一个东西 红豆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ok 然后它分成10代的话呢 分成10代的话 它就除10 分成100代的话呢 就除100 1000代的话就除1000 然后这种除10的话呢 我们就之前有那个 呃 其实我们之前是 如果我有那个什么 12000 我除10的时候 它会变成1200 然后我的12000 然后除100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120 我的12000 除1000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12 怎样呢 就是它这边一个0 向前移一个小数位 两个0 向前移两个小数位 三个0 向前移三个小数位 这样 所以我这一个就是除的时候 我是向前移 因为你除了的时候 它号码会变小嘛 所以同样的 这个一个小数点 向前移一个小数位 两个小数点 向前移两个小数位 三个就向前移三个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的答案会变成2.65kg 然后这个会变成0.265kg 然后这个会变成0.0265kg 这个小数点在这一边 我前面放零 这个小数点在这一边 这样 OK 所以是2.65kg 0.265kg和0.0265kg 这一个是它的分成10代 分成100代 分成1000代 然后在这一边 我分成1000代的时候呢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换成gram的话 我能知道Kg去g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0.0265 然后乘以那一个1000gram 所以我又移回三个小数位 我这一边123 123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那一个 22.65g OK 然后事实上呢 如果我做这样的事情呢 是很笨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看它这一边是 26.5kg 它除1000嘛 对不对 你就把它变成26.5 乘1000 变成gram 再除1000 然后乘1000除1000就不用管它了吗 它就直接变成26.5g了吗 就我乘2除2 乘3除3 这样都不用做吗 所以这个是26.5g OK 然后 他在这一边 他要把它 写成三位小数 事实上 我们上了中学 我们没有讲 一定要把它写成三位小数 这种东西了 OK 但是如果他讲要写成三位小数的话呢 你在这一边 进位 然后这个是比 另外一个的 用左手的 就是 Bagi 除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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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